刚刚那个部分修改 所以特别注意 你录制好的这个聚集不是说完全不能修改 一定可以修改的 但是你要会修改 你不能乱改 要改对地方 它就会按照你要要求 可以把你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要怎么改 第一个一样是到聚集里面 找到我这个按钮的那个地方 它叫刮胡字串聚集 按个编辑 编辑的话 它会跳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地方 那它其实就是什么 第一个帮你打开Visual Basic 第二个帮你打开模组 第三个把游标放在模组里面的这一个Sub OK里面 那基本上你要打一些说明 我想这个注解自己打一下 这个注解它会变绿色的 所谓的绿色就是它一定不会被执行 这个只是写给你自己看 至于写什么 你们自己再去 反正用自己的话打一下 那比较关键的地方在这个10 这个10应该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向下追踪的结果把它放到这边来 可是问题要怎么放 我们可以先切到VPA上个礼拜写的 向下追踪我一直强调这一行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会向下追踪的话 那以后的话跑范围你就会是比较弹性的 而且它会自动追踪嘛 那要怎么追踪 那要怎么追踪其实就从A2向下追踪到 等地告诉我结果传回来到这里 那第一个当然了 如果你之前已经打过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一行复制 复制一下贴过去也可以啦 或者重新打也没问题 不过我建议你有空就把这一行重新多打个几遍 以后熟了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复制 或者我们重新打好了 第一个请你把那个只要是B2到B10的10 那10不要固定的话 1请你把10先删掉 删掉delete 2的话那我要把什么东西串在后面呢 那后面已经没有10 可是我一定要告诉他哪一列 如果你把它删掉执行一定错 后面呢请你串接 串接一个什么呢 向下追踪之后得到的列 OK那我们向下追踪 那以哪一个向下追踪呢 我以A2向下追踪 我之前示范过游标放A2呢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话呢 它会自动追踪 游标放这边 Ctrl向下 它会跑到下面 那我们其实就利用这个原理 把向下追踪到的列告诉我是哪一列 那我就写的方法 1 这边end前后空白 然后把它打一个range range物件 然后呢 从A2向下追踪 A2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它会出现一个end 打个1好了 1的话呢 会出现end 其实你可以用选的 我有时候或者直接打 然后前刮弧 打个前刮弧之后 你会发现它有上下左右 那我要向哪个方向追踪呢 那就是向下 有没有 有没有 xl down 这个 OK 那我就用选的 我是建议你用选的 选的比较不会打错字 后刮弧之后再点 那你请问一下 你追踪到之后 你要做什么呢 那请你帮我把那个列 追踪到那一列告诉我 那你就打一个raw 这样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13 丢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这个原理是怎样 它就是由A2向下追踪到这边 把13这个数字呢 丢回来到哪里呢 丢回来到我们现在这一行程式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13回来的话是一个13的数字 那13的数字呢 遇到and符号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这个13转成文字哦 因为and一定是串接文字 那因为这边丢回来是13列 一定是一个13的数字 不过它遇到and会自动转型 转成13的字串 那13的字串呢 就会帮你把它串到b13后面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一个活的一个列了 那一样的方法呢 你如果写好这个部分的话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10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不用重挡了 如果做好一个之后 你可以把这边复制一下 OK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贴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OK做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清除也是鲁法炮制 所以清除的话 不过清除的话应该是 因为它是自动向下 所以呢 其实清除不需要 不需要去加向下追踪这一行 我把注解拿掉好了 你会发现清除哦 它是b2 然后呢 因为我是用ctrl shift向下 所以它基本上一定是向下追踪 没有问题 所以清除好像不用改 好我们试一下哦 如果改完之后呢 我们看看刚刚的结果 刚刚向下追踪不OK 现在op不OK呢 你会发现现在就OK了 清除的话能不能清除的掉 还是一样清除的掉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只有改 那个 这边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只有改 两个地方 把10改成这个叙述 end向下追踪 那底下这边也是要end向下追踪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利用那个 聚集的修改 可以达到 本来它不能够 就是自动往下追踪的这个目的 我就把它补上就OK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试着把那个聚集部分 再做一个修改 所以这个部分修改 那第二个的话呢 待会我们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们BBA上礼拜写好了 那我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其实用 INST INSTREAM这个函数 BBA里面这个函数 用来取代FINE函数 FINE函数是Excel里面的函数 那这个INSTREAM这个函数呢 是BBA里面的函数 那用法其实差异性不大 只是说它的那个后面的引数 这两个要颠倒 好像FINE是要先FINE刮壶 再跟他讲去哪边找 那INSTREAM呢 刚好是先去哪边找 然后呢再去找什么符号 两个刚好颠倒而已 然后再来就如果找不到 A不等于 这个不等于哦 不等于是小于大于是不等于 如果不等于0 意思就是说找到了 如果他等于0 表示说呢 他找不到前刮壶 这个符号 如果特别说INSTREAM 这个函数呢 假如说找不到的话 他回来会是0 如果是0 那就意思是没有了 没有他就什么事都不要做 那如果不等于0的话呢 表示有找到刮壶 他才去做下面这一行 下面这一行主要是什么用意呢 就是把刮壶里面的字串 帮我切出来 放在B栏里面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上个礼拜 讲到的重点 所以你们就先把那个 这个聚集先修改 然后待会看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VBA的程式 一样可以执行 其实执行的话 我们后来也做了两个按钮 自己再做两个按钮 按下它 然后可以清除 你会发现呢 因为我有设定追踪 所以如果资料增加或减少 它一定也会跟着 这个最后那一列自动去执行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呢 除了要按按钮之外 我想要换一下 我想要用什么 制定函数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呢 如果我今天先用插入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呢 如果有一个实用者 不过目前我是还没加了 如果会有个实用者定义 那那个函数名称也许叫什么呢 叫刮弧自串函数 那高度跳出来的话 他要跟我要什么呢 要参赛者的资料 如果参赛者资料呢 里面有刮弧呢 他就自动帮我把刮弧的资料 丢到B栏里面去就好了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话 那你工作就轻松了嘛 反正以后就不用想公式该如何下 不用啦 你就插入函数就对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想想看 要怎么样产生 这一个制定函数 OK 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个制定函数的流程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的话 我看一下 这个是在讲义的 35页是sub按钮 OK 36页的话呢 就是我待会会讲的 就是制定一个什么呢 刮弧自转函数 OK 就这个了 Function 那要怎么做呢